中文名字是何卓燕 藝術名字是CY 我印象中是四、五歲的 我爸爸就叫我學口琴 然後我不學了 就在六歲那天才開始學 我爸爸出口琴 然後我爸爸身邊的最好的朋友 全部都出口琴 所以我其實很小時候 已經當口琴是玩具 它代表了我每天 給力去生存的動力 呼口琴我認識了很多人 做了很多我這輩子都會 很回味的事情 所以其實它是一種老朋友 它已經是我的一部分 我甚至有一個紋身 是用口琴去設計出來 不只是親切感 是有一種靈魂伴侶的感覺 你甚至有一個紋身 每個電話是瑄雲 並發詞 總要怎樣 我來發 delete 我以為你回家 大家看著你,你就是拿了一個叫做世界冠軍的東西 你就在代表中最厲害了 你是不是這樣想的時候,我就覺得多了一些責任 那我真的要花很多時間繼續練 因為我覺得我還未夠好 這樣我才可以推到自己 去到一個我覺得自己也能接受到的水平 二人一年開始就變成了讀Jazz,在美國讀Jazz 帶了些什麼衝擊呢? 看到人們有多瘋狂 尤其是我玩Jazz,每隔兩條街,三條街就有一個人Busking 接著是每一個Busking的人都是聽得下 甚至是很厲害 那有些Undergrad,十八九歲 無緣無故一個人又會彈琴 即是同一個人又會彈琴,又會打鼓 然後是厲害的 一個香港很難找到的level 這件事很刺激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 有一個New York給我的感覺 就是我玩Jazz是美國的音樂 但是我又屬不屬於那裏呢? 當我不斷想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更加覺得 香港人的身份其實是真的在血裏 你去到New York 你最獨特的地方就是你來自香港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我的根就是香港的聲音 那些... 這兩年當廣東歌 蓬佩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多很棒的歌曲 其實有很多很Talented的 歌曲 歌曲 姜濤那首《頸中頸》 其實他中間有一段一分多鐘 全道上的音樂的段落 其實那裏我加段頭琴下去 是沒有違和的 做完Color的Cover 然後他們又成形repost 其實那一天就可能多了500個Follower 或者姜濤的Cover 跟著Garif 就是那個Writer 在我那裏留言了 跟著又是... 就是無緣無故多了 不知多少個Follower 那其實最少在我的Follower上面 的Statistic 是多了喜歡廣東歌的人 去聽口音的人 嗯 但是那個... 那個作用是不是很誇張地大呢? 暫時還沒有 是的 但是我... 我相信這個方向 每天一天是... 是熱到大家 大學時間呢 基本上每天都在走行 就是... 除了實習那時候 我是... 每天都在街上Busking 嗯 香港Busking 出名的地方 我全部去過了 我自己那時候在自學Jazz 我自己播著backing track 自己吹 我通常都閉著眼看 然後... 突然之間開眼 看到有人在遠處拿著我的碟 我那時候自己做了一隻碟 E.I.Y. 很厲害的一隻碟 然後再看一看他的樣子 等等... 這個... 不是Anjolita Lee 和Scott Dodd 那就是... 其實我是喜歡Jazz的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看了他們的表演 然後突然拿著我的碟 然後我超高興 他就... Hey! 你是Anjolita Lee? 你是Scott Dodd? 他就... Yeah! 他就... 原來他兩個小時前 已經買了一隻碟 然後他就... 他就... Hey! We have a jam session Do you want to come by? 上到去... 我就... 他叫我jam 等等... Eugen Powell Ted Lo 對... 基本上就是... 那些大師 就是我剛開始喜歡Jazz的原因 他們剛好那晚就在那裡 jam完就跟他們聊天 他們其實超級好人 大師大師其實... 完全沒有架子 然後... 一個禮拜後 Eugen就找我 喂!有沒有興趣幫Sandy錄一隻歌 然後... 我再搜尋一下 Sandy Lam是什麼 是 是 做了... 臨一年... 的... 其中一個錄音 嗯 其實那個是我... 進去pop industry的起步 你爸爸就是... 何百昌先生 為什麼你爸爸這麼聰明 知道你是喜歡口琴呢? 他就... 真的不知道 他一開始是打算教我的 但是... 幾個月後就... 已經放棄了 他就... 介紹了他以前的老師給我 就是... 李Sir程老師 李Sir的教法呢 就是... 他有少許做咒了我 今天的我 我是不可以 steak to one thing 就是... 我經常都跳來跳去 在不同的曲風裡走 去到他家 基本上是有一半時間 在畫畫跳啊 在表演一些側手班的看啊 就是... 以前學體操 然後另一半時間 就真的... 可能是看著那份譜 然後他又會跟我解釋 這份譜的歷史是什麼 然後... 有時候又說一下 這個音其實可以轉的 不一定要跟它 這樣... 他有他那套的 包括一些拿琴的姿勢 怎樣出呼吸 大概九歲十歲起呢 我睡覺都已經是... 用著... 這個橫隔膜呼吸的了 他覺得那一刻你需要什麼技能 他就教你了 中學呢 我就跟了另一位大師 叫做和谷太傅先生 TOKYO的一個大師 他是一來和我上第一課 用了一個鐘 吹Doremi Basolati 那時候我已經是... 叫做... 贏了亞洲的獎 已經是... 好像挺厲害的 但是... 他跟我說 這個鐘 這樣練 然後... 第二課 繼續都是這樣練 不斷練完基本功 從那一刻開始發現 哦... 原來... 我失敗了這麼多東西 我以前小時候可能... 那個感覺 那個觸感很好啊 那些音色很快就拿捏到 音感 但是... 譬如... 我吹出來其實是不夠實正的 嗯... 那我就在那三個月... 好像... 即是堪吊重練那樣 然後... 第一次感覺到... 走上台... 吹出來... 我是... 感覺到... 哦... 真是有種... 駕馭到口琴的感覺 嗯... 這個表演其實是在吹出來... 這麼多代的... 嗯... 所以其實叫做... 我這一代... 口琴人 這次這個項目呢... 其實是... 不是專注於我 就是想吹出來... 香港的口琴文化 我可以做這個訪問 我可以吹到剛才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 在三十年代... 已經有些口琴... 的人... 在香港發展中... 嗯... 三十年代之後... 有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梁一超... 之後梁一超... 才教到黃占... 或者是教到我... 老師出來... 即是李Sir出來... 然後... 沒有李Sir... 沒有我爸那一代... 嗯... 我爸那一代... 八十...九十年代... 嗯... 然後... 去到九十年代之後... 才出現我們這批... 的... 即是叫做... 新一輩的口琴人... 嗯...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本身呢... 這個表演是... 實體的話... 我們是預算有百多人參與的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啦... 所以我們是將它... 變成了... 網上版... 所以... 最後呢... 我們真的會... 出鏡的... 或者我們feature的人呢... 嗯... 是... 大概... 十... 幾個人啦... 十幾個人... 但是我們也會有... 最後一條影片呢... 我們會把... 召集了很多... 海外香港口琴人呢... 製作一條片... 一個貝多芬的一首法樂壯 一樣 terrible... 解釋的氣味 ashes... 好期待到最後一個大合奏... kunna見到最後一年來的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